有的人可能会在经济 跟教养儿女的身上 感觉到那个压力特别大的 请举手 好 平安请说 我今天来上这个单亲 爸爸 爸爸这一个 我内心里有一个很痛的那种感觉 主持人那个我们春娃姐说要放轻松 我其实我放不下轻松 我一肚子好 内心里面很多的伤痕 是 很多的伤 那个伤 我以前家庭我是毒子 也是一个伤 家庭贫穷的伤 手断掉的伤 加上我现在在十七年前 跟我的老婆离婚 我带了她一个人 没有无亲无故 就是在台北流浪、花蓮流浪 没地方住 然后有人给我一台中骨车 那个是人家丢掉的中骨车 我们睡在那个中骨车里面 那没饭 三餐没饭吃 有时候真的就外面打 就是找林工 就是那种送便当一个小时 才一百块 这样的一路上 像有时候我就要把它弃掉在花蓮 本来就要把它丢掉了 当然在花蓮也是想要弃 要把它弃掉后来被发现 就被人家又找回来 就是说你要把它带走 你不能把它放在这边 还好 那到台北也是想尽办法 要把它弃掉那个 那个柏大林 或者台政府的机关 也是都要人担保 那在后来就有人给我一台 中国车就睡在车上 当今快要一年 就没有地方洗澡 就人家的工地里面 工地离开了嘛 工地离开了之后 然后我就去开水龙头 在里面洗著 被蚊子 睡的地方都蚊子叮 有时候就在郊外里面 郊外这样的睡 他从四岁都没有妈妈了嘛 从四岁就没有妈妈 你先因为离婚嘛,对不对 对,离婚 他四岁就没有妈妈 他一路上就是这样的 我教育他 然后又三餐不去吃 没有 有时候吃泡面这样 当然这个心真的 又疼爱他也不知道怎么疼 他又个性 又跟我以前的个性 还暴躁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吃喝飘肚 他都要遗传到你啊 所以你暴躁 儿子更暴躁你吗 我以前吃喝飘肚嘛 你看你自己承认 我没讲啊 抽烟喝酒 酗酒吃檳榔 然后又 又带刀带枪入肩的 所以以前大概很多坏事都干过 对,我干过 所以入肩之后 出来才跟老婆離婚的 所以这一路上真的 说起来真的 说起来很辛苦 但是平安这样看起来 你自己要付很大 平安的名字不是 现在不是这个平安 以前是国胜 因为 因为打了他 从小打 从四岁打到高中 四岁 打到他高中毕业还在打 对 打到就是全身都医伤流血 然后整个学校都为他开会 教授、博士都为他开会 社会级参理 然后我甚至打到他 打到他前部前身的伤痕累累 打到全身偷光光到 因为附近邻居都听到了 可是到那个郊外 人家没有地方 郊外那个補房子 衣服全部偷光光打 平安,你为什么要这样打你的小孩呢 你把你自己的怨气出在他的身上吗 我以前很苦 小时候也是很苦 那你让你的儿子比你更苦 这样对吗 因为我为了不要让他走我的回头路 就是我以前关过我建议 那你应该爱他呀 你用暴力对待他 不是 我的出发点是严格 就像挖人部队 挖人部队你知道吗 叫他铺在那个 那个石头 石头还是压成骨验 如果你的父母亲从小 没有透过任何沟通 就是打你 他觉得就是说 这个为了你好 你可以接受吗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也为了我好 我什么 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 我也没有受过教育 我以前都是曼谷三字经 我连国语以前都不会讲 他打到我真的 用刮烧拔罐把他掩饰掉 然后去学校 学校老师说 就查到说他怎么全身都伤 我就跟老师讲说 我跟他刮烧拔罐 中暑 欲轻把他刮掉 最佳一条说话 社会起义也瞒过 都瞒过 都瞒过 但是有一次真的非常的严重 打到已经急诊 打到急诊 全部的眼睛都腫了 里面都红框都 眼睛已经说 所以被 也被法院裁定 就是家暴中心已经发现了 对 然后老师就家暴中心都带了 法院裁定就隔离一年 俊豪 爸爸从小 当然他一个人带着你 很辛苦 这可以理解 带着你睡在 二手的这个货车上面 可是他刚才说 他一路打你打到大 你是怎么想这个爸爸的 就是内心很讨厌他 对 就是很 内心很受伤 对 不只讨厌 那个外伤还好 就是内心里受伤很重 很重 就是说 从小就被我爸打成这样子 像如果一般小孩子 靠爸每天都在打你 你相信可能一定会讨厌他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很害怕 对 我爸爸从小都很害怕 所以等一下又有什么样 又发生什么事 你们父子俩 在这么多年的互动当中 都是只有这种冲突跟暴力 没有比较温情之间的对话吗 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声音 没来没去这样 对 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然后遇见很多不一样的 各种遇见 刚才爸爸说 因为你不怪你 你叛逆 他为了你好 他总是要教导你 你有感受到 他对你的这种爱吗 长大 差不多长大的时候才知道 小时候还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吗 知道 知道 那你会原谅他过去这样打你吗 现在会原谅 应该 他 会原谅的原因是因为 他怕你再打他 不是 因为真的 他已经恐惧到 我只要带到去认了个地方 奇怪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都 都很 不讲话 都很怕你 讲话都要看我一下 讲每一句话又要看我一下 因为后来我带信了耶稣 带到教会 对 然后才被慢慢的被教会的 上帝的感爱 慢慢的他才懂得要 这个爱的道理 所以平安 我刚才就问你嘛 你打了他这么多年 你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对他很抱歉 我当然 我 讲抱歉也有 讲不抱歉的话 是出发点是爱 真的一言难俊 真的 你们不是单亲的人 也不是像我的心 内心的那种 苦 可能一般人没办法体会得到 我不知道外面再苦的人 可能还是有 再苦你也要活过来 当然我曾经也 我们父子都想要去自杀过 要去自杀 真的 也真的 他也要去撞车 我也是想要去 真的很难你形容 所以我今天我在这边讲 真的 我内心真的 百感交集 我想发泄 我也很想去捶墙 可是我因为要控制 还是压抑控制的 不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谢谢平安 今天带这段故事来分享 那俊豪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还在读书还是在工作 你在读书 大一 平安 不错 我真的付出的代价在他身上 我全部去打工 赚一个小时 80 100的 打工 就像送便当 发海报 还有很多的雜工 我赚的钱都是投资在他的身上 他 我不知道 我就是给他去学音乐 学唱歌 学学魔术 学打业器 各种才艺对不对 我都给他去学 可是我就发觉他有学 可是没有真正的认真 他不知道父亲的用心 不要急 OK 你觉得打的力量比爱的力量大吗 我的意思是 你证明你成功了吗 我教育他 可是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非常的成功 好 我讲给你 他说他看到你就害怕就讨厌 那是过去了 但是现在 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 你有没有去看过当兵的蛙人 蛙人的长官操兵怎么操 趴下就趴下 结果三年回来之后 那个蛙人痛哭流泪 他母亲也痛哭流泪 我的儿子被操得全身流血流汗 结果呢 回来还感谢长官 操到后来被感谢长官 长官谢谢你操我儿子 儿子也说他阿兵哥也说 长官谢谢你操练了我 平安 这样子好不好 他现在也很感恩 你愿不愿意听听俊豪 怎么样说这段话 就是俊豪刚才爸爸说 他还是很爱你 他把他的期望都放在你身上 你也说你知道他很辛苦 可是他觉得现在 对你打货的给你非常严格的训练 他认为这还是必要的 你觉得你接受吗 有不接受 其实可能在性教育这方面 会比较难以期待 因为爸爸通常都比较粗心 所以就一想到小孩 就没有那么的 就是心思细腻 很多处事方面都比较大辣辣 只有爸爸可能工作太烦嘛 所以会忽略到家里 只有男人比较不会料理三餐 小朋友可能会吃不饱 晚教赚钱一间行 担心爸爸真的好难当 这样的压力 爸爸们真的开心吗